。 寧根女。 咬人? 。 咬人? предлож, 演藏旁、 修德造势。 音습니다. 。 我們自願各樣土地並獻上敗過的公主終身夫是您 陛下 百國皇帝都獻上了公主示好 請陛下翻台 不用翻了 讓他們一起上 一起 朕要讓他們百國聯軍知道 無論在戰場上還是臥床上 都無法戰勝朕 哈哈哈 陛下 我們來給您侍寄了 陛下 你給我做了什麼 為什麼會缺身沒力氣 朕點了你的官員血 接下來十二時辰 你們都會春意透透 陛下 臣妾想要 這就是朕給你們的懲罰 你是誰 竟敢擅闖朕的寢宮 你和皇位 我來接管了 你的皇位 來接管了 你在哪兒 這是什麼地方 姑娘 慶果怎麼走 你說的是慶果遺址吧 離現在上千年了 不可能 慶果千秋萬代 趙明武統一天下 慶果不會亡的 慶果怎麼可能是遺址 你自己看 今日 大慶遺址正式開放 大慶雖已滅亡一千年 但慶光帝趙明武的皇宮保存完整 不可能 慶果不會亡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你這人真奇怪 真的大慶啊 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张老 有赵明武的消息了 什么 在哪儿 我们在江州发现一个自称镇的男人 他举止怪异 完全不像现代人 老子宗还没骗我们 赵明武真的从五代穿越过来了 男人 准备把一自权作为禁命 让我们去江州面圣 庆佩 你马上收洗更衣 我要把你许佩给圣皇 我不要 我不要嫁给一个苏维谋面的男人 放手 嫁给天龙圣皇 是你八辈子修赖的福分 也是我们家族的使命 不是也不嫁 没人可以比我嫁给万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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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张老 您是不是对小姐太盈利了 先不说这些 当下 还是先找到圣皇要紧 是 这是何物 像是台阶 又能自己往上升 看来天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凭朕的本事 就算来到一千年后 也能再次军灵天下 许久没有体验过这种征服的快感了 快灾 既来职责安置 现场吃的寂静也脏妙 马胖 我黑龙堂颜天诚心邀请你来谈生意 你这是什么意思 谈什么生意 你的地盘 都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那就是没得了了 你给我上 老大 你先走 这里交给我 走 我还没完够呢 马胖 你还算我 都知道你颜天性子烈 给你来点情 与你这 玩玩玩 小二 来碗羊春面 帮我 我琴子下面给你吃 姑娘赏面之恩 朕 必清理答谢 喂 实相的 把女人给我 不然 老哥的 你的肉下条呢 朕 劝你们最好放下刀 因为用刀指着朕的人 都死了 吹牛不打草稿 弄死他 好玩饶命 好玩饶命 好玩饶命啊 好玩饶命啊 赶紧滚 你给老子等着 姑娘 你家在哪儿 朕送你回去 那衣好紧 好热 姑娘你坐身 快穿上 太热了 啊 姑娘你坐身 快穿上 太热了 啊 shake your body don't I don't miss are you made this pop show s my shake your body don't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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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啊 you d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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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什么错 从来都没有人肯拒绝本国 啊 啊 呀 啊 既然如此 就别怪人 我 言相惜啊 啊 我就喜欢粗暴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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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这就将你救济正法 安歇 混蛋 居然保了我一晚上还什么都不干 姑娘 昨天事态紧急 不至于对阵 刀剑相向 开玩笑罢了 身手不错 你不光救我的性命 还没有吹人之威 我颜田是知恩图报之人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黑龙堂的恩人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乃男儿本分 姑娘不必言歇 不 姑娘答应过朕的承诺 可否兑现 我答应你什么了 你说下面给朕 你 你说什么呢 进一计 两天没吃东西了 没想到姑娘的厨艺 比于上工的还要好 朕从来没有吃过 如此美味的面条 我记得你说你无处可去 那就跟我混吧 当我的后堂之主 老你后半生 富贵无语 后宫之主 对头 你小子有艳福了 我就是要把你 收作男丑 荒谬 朕乃是七尺男儿 堂堂一国之处 岂能尾身于一件 女流之辈 这可由不得你 这栋宅子 由我飞龙堂百位高手 严加守卫 连只苍蝇都飞步 老公 跟我回家 老公 你说朕 是你的坠序 赵敏 你不是失忆了吧 你是临时集团的坠序 我的老公啊 好呢 别装傻了 待会咱爸的寿宴 你少给我乱说话 别给我出丑啊 听到没有 起叫吧 对啊 我凌家大女狗狗 居然干出这种偷鸡 摸狗的够大 大胆 真乃一国之处 去去草民精的打麻构陷阵 该告个罪 赵敏你撞到脑子了吗 一个追选赶自称阵 哥 你干嘛 还装不知道是吧 大家看好 就是赵敏 偷了我送给咱爸的宝贝字画 听说就是这个追选偷了古代皇帝赵敏武的画 这两千万 找了这么多东西们 真是犹如灵墙门风 太可惜了这个鸣肉童话江中死的美女之一啊 一个对视 今天敢偷东西 明天就敢偷人 我建议先用加法挑断手巾 再送去司法严惩 赵敏不会偷东西的 他跟着他 司事 这个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 你有什么就冲阵来 还敢动我 还敢反抗 来人 把赵敏的四肢给我过了 扔到街上 一阵邻家门发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赵敏 快解释解释 妹妹 你要是再提到囚禁 我连你一块发 你有什么证据 人阵 偷了你们的东西 证据 这幅丢失的大庆皇帝字画 就是在你房间发现的 人赃并货还想紧别 去去验货 也敢说是赵敏武的真迹 可笑 放屁 这幅字画 是我在拍卖会 花了两千万买回来的 并且经过了 庆国学者黄教授亲夫鉴定 我黄武鉴别赵敏武字画 四十余年从未答应 这幅画必是真迹 听见 你说是赝品就是赝品 你凭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让你这种废物 拿什么证明这字画是假的 朕今天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真 笔墨只验伺候 还装上眼呢 真以为自己是书法大家呢 赵剑敏 你是故意想让我难看是吧 赵敏公子 我愿意一千万买你这幅墨吧 什么 这个废物的字值一千万 黄教授 疯了 赵敏公子的字 雄敬奇决策子 简直比赵敏武还赵敏武 放在当代 也是不可多得的 李梦强如剑 气魄大奴天 赵公子 我出一千几百万 明明我先买 什么你先我先 好东西 加高数 你们干什么 你偷东西的事情 还没解决呢 蠢货 朕随手写一幅字 都比你这幅画值钱 我又怎么会去偷它呢 反倒是你 还了两千万买一个赝品 真是败家子无疑 看来赵敏确实被冤枉了呀 这个赘婿 不仅单哪 赵公子 我愿意用 加传 青花籽 给您换 价值三千万 我也愿意换 你看我这个 快看看我的 没有宝贝 有个坏的 哎呀 妹夫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书法造诣 快来给嫂子要写几张 哪里来的丑女 也配拥有朕的墨宝 赵公子 您看哪个宝贝 能换您的墨宝 你们这些人 竟然横刀夺爱 赵公子 要不然 我在家五千万 六千七百万 买您的墨宝 六千七百万 堪比国宝的价格来 黄教授 我做主 这幅字画卖给你啊 你做哪门字的主 无知匹夫 这是千年玛瑙 无价之宝 关键时候还能保密 我在额外付五千万 买您手中的字画 赵公子 我家 四股传业萌出 价值八千万 您考虑一下 证明 借好就说 姑娘 朕 用这幅字画 换你手中的石阵 可不 赵公子 您开玩笑吧 我妹妹手中的石阵 刚刚在地盘上 花二十块钱买的 朕没有开玩笑 朕 要用这幅字画 把它加上 这款小姑娘手中的石阵 这是 这 九眼天珠 价值过一样 朕用这两样东西 跟你换石阵 赵明 你是不是疯了 赵明 这个废物真是疯了 赵公子 这块石阵 一看就是块破石 是啊 赵公子 别放魂 一块破石头而已 您还是在考虑考虑 我的清华词 和一鸣珠吧 小姑娘 你愿意跟朕 作为交换吗 我是他哥 我说了算 我们换 我们 我们换 妹妹 我们赚大了 你可真是个大傻 大善人 我真是高看你了 你的字画和九眼天珠 都是西式珍宝 你简直 是在爆点天物啊 赵明 你真是傻 放着西式珍宝 不要 要这个破烂玩意儿 真是天大笑 赵明 这么多年 你没为林家挣过一分钱 却白送别人过意的宝 个白眼狼 赵明 你究竟在干什么 今天你父亲生日 朕当然要逃来这个石镇 作为你爸爸的礼物啊 既然作为寿礼 那咱们不换这个了 咱们把天珠和字画 换过来好不好 我手上的石镇 你现场所有的宝贝 都要值钱 少明怎么这么固扯啊 连我都能看出来 这是个假货 就让他去送吧 只要他不嫌丢人 贱货配贱人 买个二十块的破石头 怎么收 少明啊 你在等着被我爸赶出零室 哎 林氏集团董事长 银郎天道 这不是出仇吗 感谢诸位百忙之中 先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林某不胜看机啊 林董 我知道您崇拜庆朝的 天龙圣皇赵明武 我这一千万摆了一幅 赵明武画像 您看 好 好 哎 这画的怎么这么想赵明啊 哈 您说笑的 赵明一介废物 怎么能跟大庆皇帝相提命论呢 是啊 爸 赵明给赵明武填小指头的不 爸 您看看 这个是我通关系买到的 是赵明武用笼 别看 他只是个洗脑用笼 却用了清朝最高级的工艺 花了一千五百万才买得到 老二媳 你有心了啊 爸 我这个其实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赵明的礼物 那才叫是京师汉俗 贵重无比呢 哦 赵明 你买了什么贵重宝贝啊 朕所送的礼物 确实贵重 那你快把你那贵重礼物 送上去吧 赵明不要送石镇 他们故意刁难你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的 我这里有张三千万的 你把它送给我吧 千万不要送石镇 知道吗 好好珍惜吧 这 将会是你这辈子 收到过最会注 局势之道 这不就是一块 破石头 爸 还是您会有无据 这块 就是二十块的破石头 这个赵明 还放着过意的九眼添珠 非要送您个破拉 这根本就是在谈谈你 破拉二 可是这 就是名气的意义 而且还是最不值钱的那个 你懂 你这大少 他送名气 这不太吉利啊 竟然是给死人用的东西 赵明 那平日里待你不饱 你竟然故意送这种东西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真是晦气 无知 这分明是千年识 哪里是什么名气 反倒是你 用尿壶做受敌 你那才是真正的晦气 你放屁 我这个明明是赵明武的御用龙玺 蠢 你所谓的龙玺上分明写着尿壶二字 连字也认识 爸 你看 这明明上面写的是虎字 不是尿壶 林太太 这古的 在古代 就是马桶的意思 亏你们林家还做过古斗生 这可不准 爸 够了 白钱不够丢人吗 张明 赶紧带着你的破石头 我滚春林家 张明 赶紧带着你的破石头 我滚春林家 哇 哇 哇 难道 这就是清国玉玺 可能 清国玉玺早已失传多年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大家别被唬了 这就是块人工的石包玉 史料上 清国玉玺是红色的 你看这个玉玺 是黄色的 怎么可能是清国玉玺 分明是假的 朕再问一遍 到底要 还是不要 不要 滚 给我滚春林家 他不要 我要 山本小姐 恭候大家 哇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山本方子 山本集团的总裁 我国山本集团纵横江州多年 是江州第一大起义 没想到集团女总裁 长得如此漂亮 小心点 越漂亮的女人 越危险 先生 他们有眼无猪 但我山本方子识货 这个万年玉班纸 是我一九亿满下的 可否给您召唤石阵 这不是昨天家事楼 开卖会上的玉班纸吗 号称玉中皇 却是经说 经说被神秘富豪 排走了 没想到 在山本方子身上 赵民 你可想听是赵先生 您意下如何 如若您不满意 我可以再给您十亿现金 只求换下这十镇 二十亿万块石头 山本方子 那赵民都疯了吧 还是说 这真的是 清国玉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清国玉玺 我都说了是红色 这就是一块 人工的石包玉 华国人不重视文化 连自己的老祖宗 留下的秘宝都不认识 吹吹窝国人 你懂什么 这就是块破石头 我劝你一句 别买 否则你的钱都给你打水漂 张嘴 你可以侮辱我 窝国人的身份 但是不能把这等包物 称之为破石头 山本小姐 你要是喜欢 就送您 您懂事 您又不是他的主人 您们有决定的权利吧 张明 还愣着干嘛 快答应山本小姐 二十亿百在眼前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先生 跨国文化的真心 还是要考我们窝国 请你把石镇交给我 不要让他明珠暗头 哼 镇国之宝 流落国外 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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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华国第一大家族 张家 张老先生 有诗远营 您亲至江州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我们山本酒店 作为华国 唯一一个十星级酒店 能给您提供 最好的接待 吃饭 你就免了 老夫 吃不怪 小鬼子的饭 张老先生 林某真的不胜惶恐 我去世寿宴 请劳烦您亲自过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张俩是冲着 扶手贵败 哇 张家人 平身 终于有石货的华国人 你不要命了 感谢张家人的道理 龙印 像称庆国至高之权 龙印在手 这大理 真受得起 难道 这破石头 真是龙印 张先生 庆国龙印 万不可 交给 我国人 你是何人 有语无诛的东西 这位是华国第一首富 张风陈张老 承嘴 这凤天张老 跨过第一首富 没说错 不得的 赵先生无礼 老夫是张家 第三十二代传人 张风 太祖张儿 是天龙圣皇 赵明武手下的幼养 多门张家 奉命世代 守护庆国龙印 只是战乱时候 将其丢失 既然如此 朕 就还你吧 不敢 不敢 张家 只是代为保存 张儿 你可能是搞错了 龙印 镇国之宝 已经试穿了多年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有眼无珠的东西 这块石头 叫做千年石 是极其罕见的材料 庆国天龙圣皇 赵明武 为了保存玉行 彻底用这种石料 封存 不敢 史书记载 是红色的 天外隐 玉 有赤金两色 如于百年之变 则会变为 金色玉石君王 载临天下 哎呀 又看大眼 还真是龙印 张明 我后悔了 我不想看 赵先生 大恩 有点谢 您为张家 找回庆国龙印 这九眼天珠 先帮您物归人主 往后 张家 还有后两箱子 告辞 张先生 我们山本一家 一向注重人才 我想听请您 担任我们山本地团的 业务总监 全权掌管我们山本集团的 古董业务 不知道您印象如何 你与朕 一面之 为何 唯以重任 既然先生 能一眼断定 失踪藏宝 那我为什么 不能一眼断定 先生那脸大财呢 好一个 那脸大财啊 可惜啊 山本小姐 我已经安排赵明 在我灵氏集团 项目部任职 多谢你对赵明 一番好意啊 爸 我不同意 这种废物 怎么能让他进公司呢 一两张 这家还弄不到 你说的算 这家还弄不到 你说的算 既然林董 是不忍割爱 那我也只好做吧 不过赵先生 山本集团的大门 永远为您敞开 一份五千万的合同 永远为您保留 五千万 这不跟山本包子 本人的年薪一样吗 谢姑娘青睐 既然如此 方子就不就留了 不过赵先生 方子会一直在 山本酒店顶了 总统方的 赵明 没想到你还有 鉴别古董的能力啊 从明天起 你就别在家洗衣做饭了 现在任命你为 林氏集团 项目部副经理 归高厅直接管理 年薪五 十万 使用期打八折 一年考核转车 明天正式上班 看来找到回去的办法 只能借助您家的事 就姑且驱救在他手下 赵明在我手底下上班 别想后顾 高天啊 接下来 就要给我撑死了 张家恭迎天龙圣皇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们知道 朕的身份 千年前 您亲自下命令 让我们张家 在今天 等候 并守护穿越而来的您啊 朕 知道自己会穿越 我猜测 您未来 还有可能会返回庆朝 您就会向我的态度 张尔将军 下这条命令 所以 您现在还不太清楚 平身 陛下 您放心 我们张家 会尽可能让您 在现代社会 重新享受 帝王的尊荣 不用 低调 朕 想要以自身的才学 谋略 相信 我凭借自身的能力 朕 一样可以在现代社会 过着顶峰的地位 好久没有享受这种 争讽快感 那请陛下 收下这枚张家的至尊力 拿着至尊力 便能随时调遣 所有的天龙御位 天龙御位 誓死效忠 天龙御位 誓死效忠 我的好妹妹 你为什么要惹哥哥生气呢 我让你去陪山本太郎 吃一顿饭 我又没让你陪他睡 是不会去的 只要你陪他吃一顿饭 一顿 山本集团会投资我们十个亿 你就比这够划算的买卖了 我再问你一遍 你去不去 我去 不去 好了 热头 赵明现在崛起了 所以你也能耐了是吧 不听我的 我弄死你 让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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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记住 真 你碰不得 给朕滚 你没事吧 啊 痛不痛 赵明 我觉得你变了 以前 以前我被打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会反抗 从今以后 只要有阵灾 没人敢打你 山本坊子的话 我听到了 你要是敢去酒店找她 我就跟你离婚 不会 她是一个危险的女人 我也是个危险 这边就是您的办公室了 谁是你带她到这儿来的 高总 这里是丽人副经理办公的地方啊 可是现在 这儿被征用为仓库 那赵经理呢 临时集团这么大 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嘛 实在不行 有这么多厕所 也可以腾出一间 为赵经理所用呢 这样 你一个 甚虚坠虚 就能边上厕所 边办公了 高总 这样不合理吧 还敢降嘴 在项目部 高庭就是规矩 再感动朕的人 休怪朕不客气 再感动朕的人 休怪朕不客气 实相的话 赶紧给我滚出去 放心 这一巴掌 朕一定会听你话话来的 谢谢赵经理 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已经习惯了 只是委屈您 要在外面办公 不过您相信我 我会帮您 争取一间办公室的 什么狗屁副经理 自己的人被打了 都不敢吭声 送货 这就是你不懂 高总这是在立威呢 这新来的经理日子 他不好过咯 这个项目 公司追加了五百万 哼 赵民 黑龙堂这笔债 由你去催 高总 您让赵经理 找黑社会要债 不是等于 叫他去送死吗 黑龙堂的尾款 一直是一笔烂账 上次 余经理去要债 被敲断了双腿 余经理只是经过黑龙堂 就被调了手机 您现在 要赵经理去要债 哼 这不合适吧 听说啊 黑龙堂 黑白通吃 杀人不眨眼 哎呀 那个高总啊 是存心 想整赵民 我们呢 还是得离赵民远点 省得惹祸上身呢 有道理 你懂什么 赵经理能力强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他不可以 不必激将阵 这个任务 阵接了 不过 有一个条件 赵经理 不可以 有这笔章 有生命危险的 你给我闭嘴 我和他说话 轮到你插嘴了 行啊 赵民 只要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别说一个 三百个都可以 若是朕能把黑龙堂的债要 你要给清佩下跪道歉 赵民 只要你能把黑龙堂的债要回来 别说下跪道歉了 我叫他姑奶奶都可以 可是 你要是要不回来 就要马上给我滚出离世 好顺 老大 怎么了 找到后堂主没有啊 暂时还没有 交账民的人太多了 根本查不过来 走 带上人我亲自去找 你盐田看上的男人还没有得不到 黄毛 你来这时候这堂会 好的 长出慢走啊 赵总 嗯 您要不听我一句劝 这仗咱不要了 您回去给高总认个怂 没必要 没一口气 去冒生命危险吧 清佩 你放心 有阵子 没人敢上你的 你实在害怕 可以在外面等阵 好吗 赵总 我还是跟您一块去吧 我相信您 走吧 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我们有事要找你们盐堂主 劳烦通报一声 我们找盐老大干什么 要战 虽然盐姑娘和朕 有一面之缘 不过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要战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黑龙堂商会 整个江州 都没人敢问我们来要战 你算什么东西 有鬼 这样 你还是把盐堂主叫出来 这件事情 你 做不了主 骂了个八子 看不起我 王八子 我看你是活你了 有弄他 放开我 这脚就不错 有能玩玩吗 就能玩玩吗 好了 我也很久没见过这儿嘛 要不把它做一烧卖 一定很好 是谁敢在我黑龙堂的地盘上惹事 盐老大 你就是这啥吗 不仅收入我们黑龙堂 还打扰我们的兄弟 你快在人砍了他 盐老大 这次说的属下管照顾力 我早就在公司说过了 黑龙堂对我们灵石集团照顾有加 不能一点财物就伤了和气 请逗逗包涵 赵明 还不敢就跟我来给盐老大道歉 是啊 盐老大 我早就劝阻过赵明 让他不要来要债 可他就是不听 还说黑龙堂不过是群乌合之众 说我们邻家无人可用 所以连这点钱都要不回来 高总 明明是你让我们来黑龙堂要债的 臭屌子 这有你说坏的份吗 给我闭嘴 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你刚刚不是很神气吗 怎么现在又不敢说话了呀 趁一般动手的时候 都不敢说话 趁一般动手的时候 都不敢说话 你敢等着我老大里面打我 老大 他打我 我 我终于劝将女人不得好死 我当时 我保重 有眼无处的东西 后堂主 终于找到你了 你这些日子去哪了 我和颜老大一直在找你 你去哪了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朕就成面吃 后堂主 是我狗眼不是泰山 是我狗眼是人体 后堂主 你打人要我打量 放我一把 放我一把 不过 你打伤我这么多小弟 那你也得太嚣张了吧 朕向来都是和和气气的要求 是他先动的手 那你上次 为什么又不够而别 朕向来只想当老大 不想当老大的女人 喂 野老大 有人在黑龙汤闹事 你快回来 还嚣张吗 大哥 对不起啊 不嚣张了 不牛逼了 不嚣张了 不牛逼了 张敏 你给我住手 住手听到没有 黄毛兄弟 你没事 看看你干的好事 真来黑龙汤要债的 是啊 赵明 赵明 您都已经说了 黑龙汤的战已经不要了 你也太耗大喜功了 在这出什么风头 赵明 你好大的胆子 你现在得罪了黑龙汤 我们临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老婷 明明就是你 让朕来黑龙汤要债的 你颠倒黑白是非的能力 挺让朕佩服 你放屁 明明是你耗大喜功 关我什么事啊 得罪了黑龙汤 等死吧你 你 林董 我坐这儿 军事高总 让我们来要债的 事到如今 都别说了 赶紧跪下 小刀跟们道歉 哦 原来是你们临时搞的鬼啊 现在道歉也没有了 你给我先自断双臂 然后自攻 真是可笑 我断了双臂 又怎么自攻啊 那就先自攻 再次断双臂 赵民 你还有点笑 还不赶紧上座 你想让林家给你陪葬吗 是啊赵民 人家在给你机会 好好把握 没准还能留条性命 那朕如果不想做呢 那就赶紧滚出林家 是谁敢在我黑龙汤的地盘上 惹事 好 我喜欢 我颜田做事向来讲道理 林氏债务拖欠的原因 是我黑龙堂布满贵公司的项目部工作 脱工减料 所以拖着 不过 看在赵民的面子上 我今天可以把款结给你们 哎 严老大 客气 都是小钱 本来没打死要 另外呢 我打算再追投十亿给林氏 修建商业娱乐中心 什么 十亿 郭林某当然欢迎了 哈哈哈哈 这个项目呢 我打算全权交给赵民负责 我相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严老大 我才是项目部的总经理 这事交给我就好了 我只相信赵民 赵民 刚才误会你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林氏集团项目部的总负责人 我让高婷给你打下手 爸 我不同意 闭嘴 呦 我林朗天的决定 什么时候让你同意了 我们先告辞了 不打扰了 诶 赵民 记得经常来黑龙堂找我打扑克 赵民 听到没有 每星期三来陪严老大打扑克 这是公司给你的任务啊 好表现 打扑克 清佩 把高总办公室的东西清空 把朕的东西搬进去 赵民 你用我的办公室 那我用哪儿啊 林氏这么大 还会去办公区吗 你 又用朕原来的位置 赵民 你给我等着 我有的是时间搞死 慢着 向清佩 下跪道歉 赵民 你不要得寸进尺 从来没有上司 对下属道歉的规矩 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 往后朕就是这里的规矩 谁再敢欺负下属 朕 严惩不待 赵民 你可得想清楚了 我可是你大嫂 你得罪了我 就是得罪了韩忠 他是林氏的副总裁 以后 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跪下 大点声 欺负官的下属道歉 对不起 赵总 谢谢你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来报答你的 从今往后 韩珠和赵民 你们两个就是林氏集团的中流砥柱 下一任林氏集团董事长 就会在你们两个当中产生 爸 赵民一介坠血 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废物 凭什么跟我进场 董事长 我反对 凭借一份十亿的合同 就让赵民参与董事长竞争 这对一直以来 在公司勤勤恳恳的林氏珠来说 不公平 不如这样 正好最近山本集团 正在寻找代理商 如果赵民能够争取到 山本集团代理员的话 赵民就可以进入公司高层 我们几个股东 自然没有意见 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这个是山本集团的资料 您看一下 赵总身为总经理 您不会连窝果语都看不懂吧 那这生意可没法谈了 我马上转而给您翻译 不必 区区窩谷语罢 说你胖你还蠢上了 窩谷山本集团 实践19321 创始人山本东陵 其公司业务横跨海内外 两百多个国家 好 证明啊 没想到你藏着挺深的呀 那是方言 我国的文字 都是当年正帮他们创造的 韩珠 如果赵民谈成了 山本集团的合作 势必会受到父亲重用 这对你我很不利呀 说完了 你说话能不能别一套一套的 你有什么计划你直说吗 你不是和山本太郎 那个大色鬼很熟吗 你帮他准备好钱和你 然后拍下他用这些 贿赂山本太郎的证据 在董事会的时候放出来 搞臭他的名声 让他彻底身败名裂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还得是我老婆聪明啊 你真是幸福得很啊 张明 不要冲动 听我说 眼下陪好他 拿下项目 这才是头挡大事 你乖乖坐着 剩下的交给我 张三 你的密宿很好看 今晚让我赏一赏 代理权就交给你们了 安心是呢 不只有他 在你的房间里 我还安排了别的女人 那个屁股 跟这个桌子那么大 保身你 你很好 华国女人也很爽 狗蛋 佛人 待会有你们好看 放给我 没事 没有酒了 请配加点 来 小总 跟我们的山本兄 喝一杯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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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摸我 我咬了 赵总 怎么不吃了 朕用无影手 将背下药的酒换了 没有酒了吗 你是在干嘛 林寒珠教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让我拍下你的秘书和我国人的不雅视频 然后交给他 你总是太坏了 朕 现在要你 把他们两个拍下 然后把那个叫记忆卡的东西 再到那个林寒珠的包袋 没有这种方式 我离开去 你没喝多少啊 怎么屁股还这么痛 郑林 我要让你万劫不复 各位领导 请看手中的合同 赵总已经成功拿下山本集团的代理权 并且经过一番挫伤之后 代理费已经压制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赵明 我果然没看错你 这件事办得真不错 没想到啊 山本集团这么难啃的骨头 也让你拿下了 赵明真是手段过人啊 没有 主要是领主的功劳 你朕关系不当 林寒珠恨你都来不及啊 怎么会帮你 只有你这样的萧雄才能办成这件事 你可别谦虚了 快给大家说说是怎么做到的 那自然是见不得人的手段 见不得人 什么见不得人呢 这个赵明 全靠利用他的秘书张清沛 姓贿赂山本太郎 才谈成这笔生意 想说他是这样的人吗 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人 江州商界最忌讳这种缺色交易 是 韩珠你真的不要信口开河 韩珠啊 你可不要眼红赵明啊 他可是立了大功 你这样可就污蔑他了 是不是污蔑 正确就在这里 我播放给大家一看便值 李韩珠 真劝你把这东西收起来 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怎么 害怕 赵明 你之前不是很厉害 现在只都怕了 林总 我劝您不要播放这个视频 游辱斯文 游辱斯文 好词 那就让大家看看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游辱斯文的 不行 我以闭自闭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江州全色交易大片 好上镜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样 这就是你所谓的全色交易 你把我的老领子丢光了 这是家门不幸 爸 这是什么 这是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这怎么能看呢 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你还有计划 你是故意的咯 投机不成十八米 这真是什么都敢 是不是你在斗鬼 朕刚才就警告过 不要播放 是你非要打开的呀 滚 滚回家去 从现在开始 要高厅接替你执行总裁位置 赵明 你任命为林氏行政总裁 爸 滚 爸 爸 赵宫好热 又好热 张苏 不可以这样的 青霈 要这个想办呢 青霈你快起开 不要置信了 我不要 喂 喂 喂 后堂主 红毛造反 啊 严老大 严老大 我认识了 哎呀 念在以前的情分 我叫你一声严老大 今天 钱还了 要么 去陪山本太郎 还有那群富豪玩几天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么一张好脸 像个魔鬼身材 可惜要便宜那群老东西了 要不 你陪我玩两天 啊 先让我尝尝 黄毛 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当初要不是老大 把你从死人堆里救出来 你能有惊天吗 嗯 少废话 要怪就怪 严老大 当初花了十亿 给那个小白脸 导致黑龙堂资金失 小弟们已经吃不上饭了 有奶便是娘 现在山本太郎 愿意收留我们 我看记不记 我看这钱你也是还不上了 这么多年的兄弟 你不如先替我卸卸火 骂了个八字 当初投资商业中心 是经过大家投票的 现在甩锅给老大 你们要不要脸 你们谁敢碰老大 一根汗毛 我就跟谁拼命 好 好你个眼前 我今天就把你办了 黄毛 你走开 黄毛哥 盘盘盒开始了 山本太郎 让你把人送过去 真是扫兴了 算了 等那群老东西完够了 老子再跟你睡 儿子 后堂主 快来救我吧 欢迎大家 参加我们山本集团 与天龙集团的 合作项目拍卖宴会 这个项目价值千亿 我很愿意跟 华国的各个企业家 一起合作分享 今晚 加高者的 只能得到 我们山本集团 与张家的 长期合作项目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份神秘打奖 赵苗子 只能获得 这个黑龙堂堂主 盐田 作为你们的 结石秘书 这不错 这个女人 借了我们十亿 她只能够 买给我们 排马底债了 什么老婆道具 千河头送美女 这么慢划算 不签 可是 我听说 盐田 是新晋临氏总经理 葬名的女人 碰到此人 恐怕会引起 临氏的报复吧 天津的临氏集团总裁 在这里 这是林寒柱 临氏集团的长子 赵明 只是个知识 不知为虑 但有传言说 现在赵明风投正盛 未来很有可能 成为林氏之主 能成为林氏之主 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大家可以放心 赵明 就是我们林家的一条坑 别说是玩他的女人 就算是要他狗命 是我们一句话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这河头我也签 能对这个横行霸道的女人 为所欲为 想必必有一番滋味 你们这群色皮妄想 赵明马上就会过来救我的 到时候你们全部都不得好死 叫你 上次他为了拿到代理权 亲自把自己的秘书送来 让我玩弄 孙生子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这伙子 我山本太狼 还他一个蛋了 怎么会比不上一个废物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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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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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关于他 关于他 把你丧手从他身上拿开 张敏 私刑绑架贩卖人口 在历朝历代 都是大子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 张敏 你的女人很好玩 我劝你不要在我的地盘撒野 不然 吃不了兜着他 杨主 不是说他们只是你们林家的狗吗 那就生好你的狗 别饶了我们的雅兴 张敏 我警告你 不要以为你现在在林家有点地位 就可以出来爽威 不然等会你被在座的揍了 我可帮不了你 赶快滚 您这些豪生听到了吗 朕的大舅哥说了 你们不要以为有些权力就在这里耍威风 不然你们挨打了 他可帮不了你 你可真是一个军事 竟然如此残酷 我知道 这个女人给你有亲戚 我今天就让你看着 我怎么样折磨你的女人 我要玩遍你所有的女人 朕有三件事 朕与延前 是生死之交 清牌之交 第二 朕与你无冤无准 你却当众折辱朕的质 师叔丧心病狂 最后 朕已经说过 你的脏手给朕拿开 你的脏手给朕拿开 朕与他快走 给我干死他 朕与你之前不是很威风吗 不配之后 都是东亚病夫 这种逻辑也要我来出场 可当我的沙袋也不配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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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你的坚弓 拿死去 让他知道 人家对我们三个家 是什么陷阱 是什么陷阱 朕与翻开 安甘与帝王决力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再过来 我就掐死他 朕说过 多别 拿开 拿开 就是不听了 你不敢动我 我家 只是山本房子 你敢动我 他还不会翻过你的 你哪 你别过来 你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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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indicative 朕调主 你是山本林 与妓女所认的私生子 上 还念的东西 难怪形式如此怀念 朕不杀你 不是因为怕能解决 是山本方子 是朕有好生之的 那就去死吧 朕嫂 朕嫂 请放过我的弟弟 放过 凭什么 我愿意拿天龙集团的项目 做交换 当众如我挚友 平车 不够 那么 再加上我的身体呢 你以为你的身体值多少 有些人 花十亿想跟我共度良宵 我可以无偿给你 我们沃国人最仰慕强者 你不会后悔 你们沃国人 真是又可怜 又可恨 天龙集团的铁头 真收紧 指引你的身体 你自己好好保管 真 没法 赵明 你忘了 你江州 就是在跟这个山本家为敌 和这个江州为敌 如果整个江州都是你们这些奸恶之辈 那么能与你们为敌 这何其快灾 太郎 我们似乎给自己找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我不疼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气 请我事情真多 赵总 刚刚洗完能睡早 还是煮得好热 还是煮得好热 老小害者 真去给你抓白药吧 我也要 你不能这样子的 我也要 我也要 等等我 她是我的 真现在不能对不起肉头 真的 还知道回来吗 给你的盐田过日子呗 老夫大人 朕不是跟你报备过了吗 盐田他有恩于朕 尽管盐田身陷困境 朕岂可做事不理啊 胡大人 朕帮你吹吹腿 朕帮你 盐田 朕给你 揉揉 胸中的郁闷之气 还开玩笑呢 赵明 我并非是那种 不通情达理的人 可是 你要是敢借此 和盐田发生点什么的话 我肯定跟你没玩 谨遵老婆大人的教诲 朕被他们俩 搞得欲火中烧 既然 你 不让朕跟他们 发生点什么关系 是不是 也应该跟朕发生点什么关系啊 又来 怎么就不消停火呢 哈哈哈 啊 啊 啊 天天你昨天跟赵明 年姐姐 你醒了 请要不要喝水 我昨天跟赵明 不是的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喝醉了 然后赵总把我们放在一起 然后就 然后我们就 是什么 我们 我们先别说这个了 这是赵总给你的卡 他把天猪卖了 里面有十个亿 他说先不用着急还 先把黑龙帮渡过难关 你真是太坏了 明知道视频拍的是你们两个 还故意让林寒珠当众播放 接赵明的时候搞坏了 那样林氏就后继无人 同时也让你顺利上位 成为代理执行总裁 现在的林氏 你一家都大 还行吗 可是 还有赵明呢 要不 我们把赵明托掉 这样 让林氏彻底无人可用 嗯 这是什么 上次 拍卖宴会 我姐将我们与天龙集团的合作项目 故意交给了赵明 现在 他是负责人 这是这个项目的转账 其中一半公款 已经被山本集团转移了 与谁无限他 十五亿公款 正在通过暗王打到赵明的公账上 过两天 一旦到账 他的贪污罪 就坐实了 天王老子来了 都救不了他 十五亿 那个是大罪 哎 我要你帮我把林若彤约出来 我要用这件事 逼他跟我 哈哈哈 你们渥国人 就这么喜欢人妻吗 不 我只想报复赵明 伤了他的女人 毁了他的前途 把他送进监狱 只要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的双手双起 你真坏 你真坏 可是 我真的好喜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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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主人 早上好 你这是 哎呀 你过来先坐下 嘿 嘿 来来来来 起坐 你不是借了我十亿还黑龙堂的债务吗 我肯定没还钱啊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在这里打工给你做私人助理 啊 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爱心早餐 哦 来 主人 张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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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我好好服侍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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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 对不起 都怪我揹手奔脚的 不不不不不 姑姑姑姑姑姑姑 这个位置很尴尬 你让我来吧 我自己弄 你们在干什么 我来吧 什么都没干 你们在干什么 真的 你让我来吧 什么都没干 这里没你的事 我现在是赵总的私人助理 不可以 赵总的助理 我一个人就够了 而且 你目的不纯 你敢说你自己对赵明没有半分非分之想 我 反正我不能让你接近赵总 你不允许有什么用 我就要当私人助理 反正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不行 我是他助理 现在我才是 放手 放手 你也停啊 严姑娘 你也看到了 朕的助理位置已经饱和了 那朕 也是爱莫得住吗 既然当不上助理 那我当你的私人保镖也行 而且是那种安身思想是贴身的 怎么样 不行 一个姑娘家家的 当什么保镖 我颜天人送万号活关公 能扛能打 必保你临时一方平安 那现在两位达成共识了 可以分开这里了 财务 财务 可以松开镇了吧 财务 赵总 他说了只要一个助理 我打你了 松手 松手 你放开他 你 松手 你们在干什么 怕什么 来什么 哎呀 不用怕 有我在 还不敢拿你怎么样 周总 若同姐会吃了吗 我还怕 请 姑奶奶们 快撒开镇吧 嗯 若同 听朕解释 两位姐姐 喜怒 若同 听朕解释 赵明 林氏是正经公司 怎么可以让不三不四的人进来 有道理呀 哎 赵总 我现在是你的私人保镖 我现在就把那些乏爱你公务的人给赶出去 你 算了吧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赵明 跟我回家吃早餐 哎 不用了 他呢 已经吃了我的爱心早餐了 你看 还吃的满裤子都渗了 哎 傻男 哎 哎 赵明 赵总 你没事吧 赵总 你没事吧 赵总 赵明 赵总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样 呼吸不了了吗 我把你人都呼吸了 你 你走开 让我来 你走开啊 让我来 我打你了 这是我们赵总的办公室 你不能在这里 赵明 赵明这个混蛋 怎么还不来追我 若彤啊 在等赵明呢 没有啊 山本集团的山本太郎要约你 卖我一个面子 和我去见见他了 你在我这没有面子 想都不要想 那赵明有面子吗 如果你不去 赵明今晚就要被送进监狱里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赵明贪物公款 关键性证据就在山本太郎手里 现在他一句话 就能决定他的生死 如果你去见见他 或许可以往他一面 你也是做过财物的 这赵假的不能再假了 我相信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 现在 赵明的照顾上就有十五亿 你不相信 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山本太郎在哪 带我去见他 在楼上的回事 赵明 你糊涂了 林姐姐 你好香啊 你干嘛 你放开我 你挣扎 你越挣扎 我越喜欢 放手 这里是林士忌团 你信不信 我叫人找你啊 你叫 你敢叫 赵明 今晚就会去监狱了 你要死 怎么样才可以放过赵明 哎 你们女人 就是喜欢 赵明的照顾 只要你把我 收好了 我就可以 把赵明的事 压下来 放肩 我就算陪着赵明去做 你 我也不会 我怎么骗你这个家伙 这 也由不得你 放手 放开我 别真假了 小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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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能进去 你放开 山本太郎 你真的太耽误事了 咋给我一分钟 我就完事了 你别走 我们继续 你们这种花果奴 根本就不会伺候女人 大不如让我来 暂时给你看看 住手 证明 山本太郎如果出了任何危险 我果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更不会放过林家 见识 你和林若彤 都吃不了好果子 别吓他 我不想让你抓上人命 你 这才对 该认怂时 就得认怂 我不妨再告诉你个消息 你涉嫌贪污十五个亿 林董已经将你停职 你的所有罪证都在山本太郎手里 所以你不仅不能杀他 你还要跪下来求他放过你 你胡说 赵总行事光明磊落 他的资金流动 每一分钱我都很清楚 从来没有贪污过 你的账上有天龙集团 和山本集团的十五亿款项 现在人赃并获 你就算有十张嘴 都说不清楚 哦 原来 难怪山本方子 会把这个项目交给这 你们山本集团 掏空了钱 就是为了冤枉震神 江明 你很能打门 有用吗 在我眼里 你只不过是一只 轻轻就可以捏死的蚂蚁 如果你跪下来 求我玩弄你的老婆 或许 我还能给你一次机会 你疯了 住手 住手 张明 你还嫌疼的啰嗦不够大吗 我让你住手 你没听到吗 山本少主 你没事吧 张明 你太嚣张了 山本少主 是我们林家最尊贵的客人 你敢打他 爸 张明是在替我出头 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 你闭嘴 山本少主 哪一点比不上赵明 他看上你是你的福分 如果不是我临时缺人 我怎么可能提拔这个废 爸 赵明忠心耿耿为公司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 他现在是犯人 是贪污输液的犯人 他是我老公 你如果跟了山本少主 我们林家也可以沾沾光 好一副势力的嘴脸 张明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狼子野心 张家的钱你也敢贪 你不要命了 这没有必要贪张家的钱 你还在狡辩 我们林家白养你这么多年 你这个惹祸精 已经过天麻烦 林董 这字明是山本集团嫁活给赵总 请明察 你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赵明 赶紧收拾刑律 给我滚出令室 收拾完东西 不用回去 直接成为监狱吧 什么时候 这个废物我已经逐出令家 再无挂过 请你不要牵你令人家 不可能 他不仅掌握了天龙几岛的项目法 还他杀了我 我不可能杀法干凶 除非 山本少主 您只要不追究林家 您有什么要求 我无条件答应你 这样 只要你让他们跪下来向我道歉 让你的女儿向我求婚 或许我就光看一面 不再追究 山本 你这是白日做梦 恶童不会向你求婚的 让朕给你下跪 你不配 他不配 我配吗 长平 我是长沛 我让你跪下 长沛 刚刚才跟朕断绝关系 现在有那长沛押阵 像你这种屈颜覆势之徒 你更不配 你 一个极强锅锅如玉的人 居然还如此嚣张 让我很心不爽 这样子 让你的女儿跪下来 向我求婚 身边 让我饶了她 或许 我能原谅林哲 小布地 还能放过张 你 让你的女儿 跪下来 向我求婚 朕童 不要相信她 这件事情 朕能进去 朕 马上就打电话给张家 令他们把事情查清楚 朕光明磊落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哈哈哈 我听到什么了 打电话给张家 你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小集团总裁 更何况 你现在什么也不是 你居然想联系整个华国的第一首富张家 真是搞笑 赵明 你贪污了张家的钱财 还要张家为你挣清白 真是吃人说梦 赵明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你有吹牛的本事呢 那张家可是一百个山本集团 加上一百个林氏集团 都无法匹敌的存在 我和山本少储得仰仗的家族 凭什么为你做事 还不会又是 赵明武又上身了吧 哈哈哈哈 赵明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这次就让我保护你吧 乐徒 不必 朕熟悉张家 朕 这就让张家过来澄清此事 哈哈哈哈 你以为张家是服务员吗 想使坏就使坏 你也不撒泡鸟 只要找自己 张明 既然你这么厉害 能调遣张家 那为什么在我手下混饭吃呢 听见没有林若头 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你如果选择山本太郎 以后你还是吃香的喝辣的 继续当你的林家大小姐 可若 要是执意选择赵明 那只有死路一条 别执迷不悟 赵明马上就被送进监狱 难道你想守一辈子火寡吗 是不是我下跪道歉 你们就放过赵明 没错 我山本太郎从来不偏女人 下跪道歉 然后今晚 把本大爷好好服侍地申服了 我自然会放了赵明这个废物 哼笑话 现在估计你也只剩下嘴巴硬了吧 放心赵明 我一定会好好爱惜你的女人的 然后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去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是怎么调教华国女人的 找死 好 我跪 若彤 你不必这样 他们不值得你这样 但你知道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 关心我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别在这里言苦情细了 若彤 跪下 向山本少主道歉 赵明 拉子今天签定你了 热童 不要 朕现在就打电话给张峰婷 命他查清楚此事 你什么胆次 敢知乎张家家主的名字 你贪污的事已经得罪了张家 现在还敢对张老不敬 你再这样下去 连山本少主也保不了你 直呼他名字又如何 朕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 你打呀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戏怎么演下去 你要是能请来张老 我山本太郎 该信归姐 喂 张峰婷 啊 圣皇殿下 朕现在命你半炷香之内 把亏空案查清楚 领前来林氏集团说明情况 遵命圣皇 来人 马上 召集顶尖黑口 五分钟之内 查明 污蔑圣皇的资金来人 是 圣皇 请您稍微 臣等马上赶到 半炷香之内 如果到不了林氏集团 你们张家 以后也不用混 战 战明 你继续战 废物就是废物 只为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异议 叶 叶那个真相 刚才有瞬间 我差点就信了你啊 赵明 你不做戏子 真是浪费 可惜你下半辈子 都得在监狱里面 踩着缝纫机过日子了 不信 你等 我已经没有耐心 听你废话了 林氏集团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滚下 然后像一条狗一样 向我求饶 你一直对吴奇口出狂言 敢来不必等张老大 朕 现在就把你废掉 是 游如鸡 找我来守护你吗 林氏集团 回家 小王老大 小王老大 哎呀 长老 您亲自立临 我临时碰壁盛会啊 我今天来 是要调查 天龙集团项目款 亏空案的 幕后卑士 那长老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关于天龙集团项目的 亏空款 都是临时集团这个 叫张明的人 给张无了 我们正在求知他 您报信 我们一定给您一个 满意的交易 长老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都是那个少民 胆大妄为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下一步送进监狱 我让他把钱都挫出来 这儿总真的没有贪污 这是陷害 天真如此 还敢狡辩 我看这位秘书 一定也是跟他愈活的 说不定两人 还有什么 见不到人的关系 李总 马上让你的人 把他们绑起来 搞东西 如今张老亲自 你还敢如此小杂 如今张老亲自 你还敢如此小杂 你什么东西 敢这么说话 张老 我是为了张家出气 小鬼子 别装 我已经查清楚 项目款亏空的 根本就是 我们山本集团 搞的鬼 张老 不是的 跟项目的亏空款 正是被江明 这个贱人贪污了 不仅吞了钱 还敢嫁祸别人 贼汉抓贼 真当我是眼瞎吗 这是你们山本集团 通过转移公款的记录 别以为 是在暗网交易 就没人能查到 张家手眼通天 没有我们张老的事 张老 对不起 我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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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万一是鬼迷心却 请您给我和山本集团 一点活路 赵先生 不好意思 让您蒙受不白之缘 您看 这事怎么处理 向朕和若同 跪地磕头道歉 朕或许能考虑 让张老放我们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代表山本集团 代表整个沃国的山地位 大将 近日 沃国排污入海 为一己之私 不顾世人安危 无人天下水源 灭绝四方生灵 毫无功德 畜生不如 沃国罪孽庆祝难输 留恶难尽 你代表得了吗 我感谢 我感谢 我国人有罪 我国人有罪 朕同 你原谅他吗 谢谢 谢谢你 但我不原谅 将山本太郎 逐出华国 全面封杀 把这小鬼子 给我拖出去 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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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杀我 你敢杀我 你不打死 我要你摔死我蛋 林董事 这是下周张家成龙大典的邀请函 借时 请你带着你们林家人前来参加 这就是 迎接天龙圣皇的成龙大典 正是 天龙圣皇是我张家千年以来最尊贵的主人 届时张家资产 张家资产全部移交给天龙圣皇 所有张家人为天龙圣皇马首示战 张老 我林家在江州就是个小集团爸爸 还劳您亲自送来邀请函 难道有贵人在此 爸爸 请贝 你离家出走三个月 让爸爸好丑啊 爸爸 张老 怪不得您亲自临时 原来您女儿在这儿了 张秘书 不 张大小姐 原来您是张家大小姐 之前多有得罪 还望您害好了 对了 天龙圣皇 看上了林若同小姐 下周的成龙大典 请务必带他前来 我不去 我心里只有赵明 闭嘴 赵先生 我先告辞了 请开 咱们走 嗯 张老 我送你 你 吴顺大事 有何好哭的 走了一个山本太了 又来一个天龙圣皇 张明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朕知道 朕会收你一辈子 放开他 爸 我不要什么天龙圣皇 你别任性 被天龙圣皇看上 我们凌家 就能基神顶流社会 我心里只有张明 所以这就是污点 你们两个趁早一刀两断 张明 我们凌家摆扬你这么多年 也对你也算人之以尽了 从现在开始 以后我们凌家再无瓜葛 赶紧收拾行李 够混蛋 赵明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 重新变回废物的感觉 怎么样 从今以后 上流社会的一切与你无关 赶紧滚 一群屈颜覆势的家伙 赵先生 张老早已料到您的处境 特意为您准备好了 落脚的住处 位置就在天臣一平 第九十五楼别墅内 您今后就可以住在那里 另外 张老已派遣特使 前往山本集团 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是哦 山本集团窥空项目款 造假污蔑他人 罚款三百年 明日之内必须上交 否则全国封杀 山本太郎 献你三日之内离开境内 永世不得入华 干死的赵明 我一定要让他 决战决枪 先不要管赵明 我已经派人大定到了 天龙圣皇的下落 要是得到他的青睐 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毕竟 天龙圣皇是连张家 都要尊敬的大人物 方子小姐 查到了 张家刚刚在江州天城一品 购置了一套四十亿的别墅 他们很可能将天龙圣皇安排在那里 那你打算怎么做 这要是男人 就抵挡不住 眉色的诱惑 是谁 真会让他如地燥热 升皇殿下 小女仰慕您已久 今夜特劳事情 您放心 这个香只有催情的作用 不会伤害到您的身体 今夜 请尽情享用方子吧 有若清者痕迹 紧急接备 赵明 你怎么会在天龙圣皇的居所 你来勾引朕 反而质问朕 难道是 你早就知道我今夜会前来 故意在这守住待兔 赵明 别想阻止我见天龙圣皇 快告诉我他在哪 你猜 我 为什么会在这 收在这里含糊其词 今天 我带了山奔集团一半的资产 就是为了来结交这位大人物 你要是阻挡了他的财路 他要是乖醉下来 你可能会死得很惨 哈哈哈哈 原来 是像贿赂阵 你走吧 朕不要你们的钱 大言不惨 你也配合天龙圣皇相亲并论 你不说 就别怪我不客气 天真 天真 就要把你 救命正法 谁敢打扰我的贵客 山本方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深更半夜 闯进我张家来闹市 张老 你误会了 成龙大殿在即 我们山本集团 只是想提前向天龙圣皇 献上自己的心意 哈哈哈哈 心意 你说的心意是指你自己吗 张老 你应该作发照明 他擅自下塌天龙圣皇的居所 这是对天龙圣皇的陷阻 真是胆大妄为 快说 你夜闯天龙圣宅 究竟想干什么 张老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想向天龙圣皇和张家 表示自己的忠心 这是我们山本集团 一百九十一的股权 和一些不动产 全部献给你们 只求你们放过山本集团 和设地山本太郎 赵先生 您看 这钱老夫应该收下 朕早已说过 山本集团超过一半的资产 都是见不得光的 只于收与不收 你自己做决定 赵明 你少在这里抹黑山本集团 张老 这些都是方子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 赵明他存心与我作对 在这抹黑山本集团 你逼听他乱说 笑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所说的苦心经营 正是捏造谣言 抹黑我化国企业 趁机发起恶意收购 本年在与你父亲有几分交情 我一直对你百般忍让 但今夜你私闯天龙圣宅 饶我贵客 我 必不饶你 来人 可断此之 卒出化国 张老 饶命啊 且慢 一阵看 方子也只是因为山本太郎的事情 而一时迷糊 况且他并未伤振半分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你少在这里信心作态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分 放肆 如今赵先生求情 我姑且再饶你一次 若你再冒犯 张家贵客 我让你山本集团 就此覆灭 滚 你 也是家命 弟弟 先别激动 要不 你先去国外 避避风头 哲理的事 我想办法结局 不 既然张敏要把我逼得绝路 那就不要怪我把事情做得太快 回来 不回来 回来 不 你回来了 想死你了 在张家住的舒不舒服 你怎么家这儿 你不是在张家住的舒服吗 别提那个地方 朕在那里一点都不舒服 朕跟你说 那边危机四伏 朕还是觉得 住在自己家的床 是最安稳的 我还以为 你在张清佩那乐不思蜀呢 什么话这是 清佩跟朕 只是 雇主 跟秘书的关系 朕不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的 袁天比我年轻 张清佩又家是显赫 我哪知道你们四底下会不会有事吗 朕童 你在朕的心里 永远都是独一无二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我先去洗个澡 等我 请拍 朕总 我好想你啊 怎么了 我爸非要我嫁给那个什么 天龙圣皇 什么 他说这是我的使命 我从小就被当作天龙圣皇的楚妃来培养 我现在逃到江州 我不喜欢什么天龙圣皇 我就喜欢你 哎哎哎哎 清佩 你喝醉了 快 快回家 快回家 我没醉 我没醉 我救了你 你先回家好不好 我把我自己给你 看他们 还怎么逼我 喂 喂 不要 喂 好你个张清佩 竟敢吃毒食 你怎么也来了 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当然要24小时跟着你 保护你了 对不对 我的天哪 林天 朕 圣兵第一次求人 嗯 朕求你 马上带着清佩赶紧离开我家 待会让若同看见的话 这下半身就要毁了 快点快点 财富 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要一直跟着你 来 我是你的贴身助理 一定要贴身帮助你的 啊 好了好了别争了 哎 凭什么让林若同独占照你 不如我们一起杀 哈哈 给我回来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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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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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啊 哈哈 哈哈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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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你们放开你工作我不用啊呃老公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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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分了啊哎你们让开你们让开你们让开 若彤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误会 误会 若彤姐 我们一起吧 你们俩在贼心铺子吗 竟然来我在抢我老公 你们又没领证又不是合法夫妻 我们这是公平变造 要不我们一起和冰箱处吧 上巡是严姐子的 下巡是我的 中巡就是若彤姐的 不行 我要半个月 放屁 全是我的 你的是什么呀你的 怎么救你的 是我的 不要我给取闹 放手 全是我的 我的 是我的 明明是我的 赵明 你来听你的 你的什么呀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闹 我的 一呼不散 凭什么呀 这里是我家是我的 你们走开啊 你们又没领证凭什么是你的呀 我们一起和平相处嘛 啊 张明 啊 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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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们三个美女做伴 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啊 混蛋 你放开我们 赵明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我疼爱你都还来不及呢 哈哈哈哈 再动 我就把你的脸给划划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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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你不用抓紧 很快就轮到你了 有什么事冲我来 放开他们 好一个姐妹情神 嗯 嗯 你先学两声狗叫 让我听听 叫得好我就考虑放了他们了 生命太狼 你不怕遭报应吗 你快叫 快叫 快学狗叫 不然我就杀了他 快学狗叫 不然我就杀了他 啊 王 啊 大声点 我听不到 父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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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黑龙他堂主 竟然对我失口叫 降了我的兴奋了 那我就先来招下你吧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王队长 死别态 你放开他 你好巧 啊 呃 呃 呃 你混蛋 你们还用破他们了 我只是突然 我感受一下 天翻死人是什么感觉 什么太狼 不得好死 山本堂了你放开他 否则我让我爸爸 祝灭你山本全家 我都忘了 还有你这个人 张小姐 我怎么敢得罪张家 只要你答应 我为我的女人 我 我是会考虑 放过他们了 你不要想 起来这样 那你就去死吧 张小姐 我只是跟你开玩笑 你要怎么样 我已经说过 只要我成为张家的女婿 我可以考虑放了他们两个 同志 我会让所有的小弟 我伺候你们一遍 然后 把你们扔到海里未遇 你就不怕事后 我们张家报复你吗 不会有人发现 是我做的 因为 他们是我培养出来的 精益杀人 杀人 目楼很紧 就算是张家也查不出来 好 我答应你 你先放了他们 不会让我爸爸 指定你为张家女婿 不 我们得先动法 在你肚子里留下三分家的主 我才能放心 让你和他们走 我就在这里 这些你们划过的 东方仪式 别害怕 我会让你很舒服 你不让这样 放开心配 冲我来 好一个姐妹情深 放心 我会让你们娱乐军战 来 这两个 奖励给你们 我来了 不要过来 我来了 打晕了再上 更方便啊 有道理 你们这是七少 你也睡吧 等你睡醒 你就能成为一个母亲了 住手 身份太郎 张明 你又坏我好事 有事 山本太郎 坏事做尽 今天你不死 我赵明武 事不为人 我赵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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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赵明武 你就是个赵明武 你要是个赵明武 什么赵明武 我把你生死我赵明武 你不是普通人 为何能调动张老 别忘记了这天天 那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那就睁开你的狗眼 看看抓你的人是谁 这是将军的天龙玉尾 天龙玉尾就为天龙生化 服务 难道你就是 陛下 怎么处置他 此人坏事做尽 把他抓住 扔到窝国排骨入海的地方 让他自生自灭 我去了 我去了 孙环 孙环 请让我赢明 武业先生 三本将所有的财产和女人 请你让我赢明 不要 肉桶 肉桶 照明 肉桶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有没有受伤 这地和我一起 山本太阳带了很多人在这 我们快点走 朕已经把他打跑了 没人敢欺负 你受伤了 朕带你去医院 我没事 幸好有颜天和清佩在 要不然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颜天你醒 清佩 你醒了 你的心里 就真的只有他们 我们早就醒了 你却 你却 丝毫 丝毫都不在意 不是的 赵明也很关心你们 我想明白了 既然赵明心有所属 那我颜天 也不抢走 若等紧 患难见真情 生死攸关时刻 赵明这么关心你 好羡慕 长痛不如短痛 从现在开始 我放手了 颜天 清佩 朕 一直把你们 当作是治疗 但我颜天也不做赔本的买卖 你让我伤心了那么紧 总得过我点补偿 要朕怎么赔偿 赵明 失去我 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也要补偿 赵总 我会点你的 你吗 你才是我的 明天就是成龙大典 他们要是逼我 嫁给天龙圣皇怎么办 别担心 有阵在 你先去参加 我是有阵定着 你别挨慰我了 你现在只是个普通人 我害怕 我违逆了天龙圣皇 会牵连到你 一切 等到明天再说 山本方子 干什么 你把太郎藏哪里了 山本太郎 绑架引辱若同他们 朕 只是敲断了他的双腿 把他放逐回你们窝骨 永世不得踏入化国 你 我要杀了你 要是我太松弱了他了 要是我太松弱了 才导致今天的结局 你 不恨朕 赵明 我恨你 但是我也爱你 我们山本家 只崇尚强者 弱者的失败 不值一提 就算是我亲弟弟也一样 可怨我 赵明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被你身上深深的帝王气质吸引 可是你 你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 你的城府和狠辣 让我们注定是个女人 你懂什么 弱大的山本集团 就靠我一个女人撑着 我不得不学会了心狠手辣 不得手段 这也不是你变坏的理由 赵明 你我果然是天生注定的敌人 不 你现在只是个底层人 你连跟我当敌人 都不配 明日成龙大典 我会将自己连同山本集团 一同献给天龙圣皇 到时候 你我更是云迷之别 你怎么料定天龙圣皇要有 和你们家山本集团 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这么大的诱惑 今天是我们林家崛起的日子 若同一旦被天龙圣皇看中 那我们林家就成功继身化国顶流社会 今天你们两个要好好表现 不要在大典上露气 放心吧 爸 为了今天的成龙大典 我特意花了几千万买了身上这套礼服 那万一要是天龙圣皇看上我 我就只能对不起韩州了 你对不起我的还少吗 我现在一出去 别人就叫我灵带律 你最好给我收拾 你们两个别在这丢人现眼 这不是废物照明吗 这是顶流社会 你个底层来干什么 他不会还以为自己是林氏总裁吧 赶紧滚开 你早就跟林家一刀两断了 你别想打着林家的名义 混进成龙大典 可笑 朕想进入成龙大典 大步走进去就是 你们林家算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因为若同 朕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若同马上就会成为天龙圣皇的女人 届时我们林家就会一飞冲天 而你只会在这里吹牛 说梦我 跟那些底层人一样 只会一银 赵明 看来你为了混进这个成龙大典 还是煞费 行啊 你这身衣服一看 恰值不分啊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 他这件衣服和我身上是同一个品牌 而且是顶配 少说也得两亿呢 什么 两亿 这个非我凭什么配穿两亿的衣服 赵明 你现在马上脱下来换给我 赵明 你哪来的钱 你是不是贪污我们林氏钱 放屁 朕走的时候 没有拿你们林氏一分一毫 肯定又是林若同偷偷拿给他的 这颜色以前他没少干 总而言之 这衣服花的是我们林家的钱 马上给我脱下来 放屁 这件衣服是张老派人为朕专门定制的 跟你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 成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看你啊 是赵明武妄想症又发作 赵明 你借张家的光借上瘾了是吧 你在林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 现在还花林家这么多钱买遮殖品 真是灯笔子上瘾了 真不想跟你废话 滚 赵明 你吃我们家喝我们家的还这么理直气壮 你快给我脱下来 你敢打我 你好大胆子 敢在张家眼皮底下买人行凶 保安快来 这有人蓄意扰了成龙大典 哪个不张眼的东西 竟敢在张家的地盘上闹事 哪个不张眼的东西 竟敢在张家的地盘上闹事 至尊力 见至尊力如见张家祖宗 属下跪拜祖宗 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挺好用 主人 请问要怎么处置 把这个人赶出去 以后不得踏入天龙集团半步 是 你 你放开我 走 放开我 张明 为什么会有张家至尊力 谁给你的 这你不必过问 人 现在能进去了吗 该死 他为什么会有张氏的至尊力 肯定是赵明 顾过张情配偷的 儿子 你不必生气 一会儿我们见着张老 咱们狠狠揭发他的恶心 定要把这个招摇撞骗的畜生 就翻身之 方子小姐 你要记得对我们的承诺 今晚 我们三个老家伙 在顶层的私人会所等你哦 当然 能与花国散寻共度良宵 是方子的荣幸 多亏了你们 方子才能凑足罚款 听说 赵明残害令地 赵明他残忍冷酷 他得不到我就得设地下手 我一个弱女子 在这里 我也没有办法 那不是赵明的女人 凌若同吗 江州第一大名女 果然不同凡响啊 走 我们一起 替方子小姐出出去 怎么回事啊 臭婊子 你不张眼啊 明明就是你赚我的 还撒我一身酒呢 你的意思 是我故意的咯 怎么了 女士 赚了人就应该道歉 而不是独角满馋 明明就是你们颠倒是非 你们欺负人 听什么道歉啊 凭什么 凭我们是华国三雄 富克敌国 而你什么都不是 有钱了不起啊 车头 我劝你还是赶紧道歉 要不然 显得你们邻家 很没有家教 我不道歉 凭什么呀 这是欺人太甚 有钱可以颠倒是非吗 别在这里啊 装可怜了 我没错 我不道歉 我最恨知错不改的人了 小姑娘 你就不要胡搅满馋了 报个歉 这事就翻篇了 没有人可以五命 向我道歉 你妄想 我是不会道歉的 你敢打我 你当我们华国三雄是吃素的吗 来人 把他敲断四肢 扔地厕所坐上去 我看谁敢 凌小姐 你呀 不要多管闲事 敢描述我们华国三雄 你呀 只不过是圣皇的一个文物而已 你这么必要他 你就不怕圣皇降罪凌家吗 刘老头 你是想让凌家被灭门吗 你现在是圣皇的女人 如果圣皇知道你跟赵明不清不楚 赵明和你还有凌家 都不得好死 妈 我才不要当什么圣皇的女人 你 拉走 走 找死 是谁在我张家成龙大典上都闹事啊 他是谁啊 张大小姐 就这个赵明 他擅自闯入成龙大典闹事 我们正在帮张家 驱逐这个不请自来的小老鼠 请您来 看今天怎么处理这只小老鼠 就凭您一句话 我们谢家打手 乐意为您效劳 谢总 赵明是我们张家 明正言顺请来的客人 您说他是老鼠 难道我们张家是老鼠窝咯 张大小姐 您这是打理的话吗 你怎么敢骂张家呢 这个赵明 他根本就没有邀请函呢 邀请谁不邀请谁 是我们张家的事 恐怕谢总你也管不着 况且 赵明是我们张家天龙集团的负责人 啊 副总 天龙集团总裁 不可能吧 天龙集团 真的要不可能 正是他的负责 他来去自由 这怎么可能啊 根本不需要邀请他 您说什么 赵明是张家天龙集团的总裁 赵明他才华横溢 曾经把林氏集团管理的井井油条 所以我作为天龙集团的第一继承人 在这里宣布 正式聘任他为天龙集团的总裁 赵明他才华横溢 曾经把林氏集团管理的井井油条 所以我作为天龙集团的第一继承人 在这里宣布 正式聘任他为天龙集团的总裁 这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自己人打自己人 赵总啊 你怎么不早说呀 九阳 九阳 你们刚刚不是说要把朕的四肢砍掉 把朕做成人质吗 赵总 怪不得您说我们四个加起来都承受不了您一半 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像您跪一半才对啊 我们跪下来 赵明你不要太过分 天龙集团总裁说到底也只不过是给张家打工的 我们华国三雄好歹都是老法 向你示好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不要给脸 不要脸 我就不信 你们张家会为了一个下等人 会跟我们南部华国三雄翻脸 赵明 你新官上任 不要说的太多 马上天龙圣皇要借让我们张家资产了 他不一定会为了你 跟华国三雄闹不愉快的 放心 无碍 赵总 好好合作 我们一起赚钱 不要搞太多幺蛾子 就在刚才 在场所有的权贵 均以压我为惹 但此刻又见风使舵 上来跪一天 你们丑恶的面目 朕记得一清二楚 今日如朕者 必将百倍相还 必将百倍相还 你不要命了吗 他怎么敢坐下去 赵总 你不能坐那里 他怎么敢坐那 赵明啊赵明 你不想活了吗 竟然敢坐在天龙圣皇的位置上 赵明你赶紧下来 这位置不是你能坐的 如果那位大人怪就下来 我们张家也保不了你啊 赵明啊 这次就算是天龙集团总裁的名号 也保不住你了 兄弟们 我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赵明 你公然亵渎天龙圣皇的圣位 我们只要把他拉下来处死 天龙圣皇一定会加强我们 不就是一把椅子而已吗 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 一把椅子而已 这可是前朝龙椅 就连张家张老都不敢上座 只无上权势 滔天财力者才能使用啊 这次成龙大典 特地请出龙椅 专为天龙圣皇一人所设 你敢坐在上面 你们怎么知道朕 没有无上权力滔天财富 或者你们怎么知道朕不是那一位 赵总 是你吗 难道说他是天龙圣皇 他就是天龙圣皇 这 不应该 对吧 小 不可能吧 坐在那儿 他在装腔做事 赵明 看看你现在虚张声势的样子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那位大人物了 诸位 赵明不过是一个胡家虎为的小丑罢了 他从一个人人看不起的坠续 摇身一变变成了临世家总裁 然后又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窝囊废 他在这里面尝到了甜品 所以他竭尽全力 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他先是碰瓷张家 然后又碰瓷天龙圣皇 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不仅如此 赵明还同时染指林若彤还有颜天 现在 他又想借着张家大小姐上位 最可恨的是 他追求我不成 残害了我的弟弟 还有这事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在三国 张小姐啊 快下来啊 不要被这种小人给骗了 好一个山本方子 你应该去做小说家 幻想能力很好 赵明你别装了 在场的名媛富豪约人无数 你这个小人模样 大家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多年来 在江州名利场上 靠肉身和钱财开路 你这身巧舌如簧 长袖善武的本事 真是让朕大开眼界 赵明 我本想得饶人处且饶人 但是你今夜做得太过分了 不仅羞辱备受尊重的南部化国三雄 更是陷渎华夏商业领头羊张家的门脸 我虽然是一个窝国人 但是我在华国商界摸帕滚打多年 这里早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今天我就要为华夏商界清理败类 我山北方子宣布 我山本集团封杀赵明 断他生路 我山本集团封杀赵明 断他生路 我山本集团封杀赵明 方子小姐大意 这个赵明横行霸道 坏事做监 我等也要寄天行道 我谢氏集团 封杀赵明 断其生路 赵明 你的戏演到头了 从明天开始 将成为整个华国商界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腾龙集团 断其生路 封杀赵明 马氏集团 封杀赵明 断其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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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杀赵明 赵明 看到了吗 这就是和我做对的下掌 封杀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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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把他给我弄下 封杀赵明 想动他们 先放倒我 别怕 我保护你 什么蝎龙子 来一个我打一个 封杀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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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启将军 断启将军 风沙正宇 张老道 成龙大典正式开始 都别吵了 现在我宣布 今天成龙大典的 主角是 天龙圣皇陛下 赵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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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啊 不是会啊 不是这样啊 怎么会比是这样啊 竟然还是他啊 天龙圣皇就是赵敏 不是这样啊 这万万都没想到啊 圣光饶命啊 我都是被他们篡夺的 圣光饶命啊 这也太反省了 我走着你们 把我们集团所有的资产 献上给天龙集团 快点 还好你得及他 原来你就是天龙圣皇 你怎么不早说呀 害我替你提醒掉胆的 就是啊 你妈我也吓死了 朕相信 在场各位的表情 一定很精彩 因为 你们最恨的那个人 如今掌握了 滔天的财富 和权势 现在朕要算总账 在场的各位老板都听着 朕今天 全面封杀 山本集团 林家 还有画佛三巡 凡画国境内 谁与唐家交好 就是与朕 和张家为敌 朕 定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无限报复 一切尊敬天龙龙圣皇 为敌赌 朕 就是从这里穿越而来 这五十 张家奉命 是爱守护时空之景 时空之景 开启的时间是随即 平均每五百年 开启一次 上一次开启 是两个月前 您穿越而来的时期 这一次是异常开启 预期今晚关闭 您此时不回去 可能就再也无法 回到庆国了 可是朕在刚刚 适应这里的生活 还有若同 很遗憾 您从这里穿越去庆国的话 不能歹人 朕不想回去 皇上 万万不可呀 您要是不回去 历史将会发生巨变 如今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呀 至于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就赵总放过我的家族 起来吧 只要你诚心悔改 朕可以放你 不过 你要答应朕 好好治理你们山本集团造成的海洋屋战 要把所有的钱 捐献给无家可归之人 你可明白 我愿意 你先回去 朕跟张老谈点事 清飞会跟你解释的 圣皇陛下 我刚刚得到消息 您也是时候 该回到庆国了 如今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呀 可是朕识不得若同啊 我也舍不得你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赵敏 你怎么 当初 我爸为了冲洗 逼我结婚 你没办法 只好找了个人假结婚 可是我跟他没有伏击之事 难怪 你的第一次 那之前那个赵敏去哪了 他去了庆朝 也就是他把皇上拐到了现代 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赵敏是您的三十三代孙 与您长得一模一样 他意外得知 时空之景的秘密 于是他穿越回了古代 将您扔了过来 然后现在在庆朝当皇帝 那不正 让赵敏当皇帝去 朕当赵敏 就这么安排 但是他现在快要病死了 您要是不赶快回去 那赵敏武将会提前在历史上消失 一切都会改变的 你怎么知道他将要病死 昨天从时空之景上飘上来一封他的求救信 赵敏说宫廷发生政变 但他肺炎加重 此期将近无力阻止 所以请求你联盟赶回庆朝 镇压镇历 朕的一生 天配 我在江场上 玉血沙堤 我在朝堂上 够心够强 好不容易 让我找到属于你一切的幸福 却又要放手离去 这不想放手 张明 明武 你还是回去 但是如果改变了 我们可能就不会想 那这样连我们仅存的一点记忆都不能保留了 我也舍不得你 我不让你走 真不回去了 我也舍不得你 我不让你走 这口井能将线传过来现代 那必然也能把什么东西传过去 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 既然现代医学 如此昌语 何不 即便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药呢 对啊 肺炎又不是什么大病 我们寄两盒咖啡朝素回去不就可以了 明天你好厉害 我马上就去买咖啡朝素 你好聪明 起来了 你们这是把药铺直接搬过来了 明若同说赵明生之弱 我们这把所有看到的药全都卖回来了 省得他动不动就死了 你在写什么 朕把平定叛乱的方法和帝王的心术写出一封信 连同药一并寄过去 那你记得写上让赵明封我们张家做宝龙一族 再赐黄金万两 那我们张家就可以像现在一样为你的现在提供帮助了 对 完美时空闭环 千古农帝赵明封竟然精通讯带医术 发明了抗生素 拯救无数东西 都是我的功劳 那是 你怎么又是这副穿着 因为我是你的助理啊 我有钦佩 哎呀 不行 你现在可是天龙集团的总裁 一个助理怎么够呢 是吧 赵总 钦佩 赵总 你要的咖啡 我来为你喝什么咖啡 这总感冒了不能喝咖啡 不好意思啊我来帮你擦一擦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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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助理 别别别别别别别哎哎你们两个够了 大伙儿若虫看到我已经看到了 你们俩撒开 赵总我有事要给你汇报 我来 你不想让你喝的全部 我来 赵总 我来 真有事情 呃 可以听我说 呃 呃 咖啷